Hello大家好呀 欢迎回到百科的厨房 黄金体验镇魂曲是周周粉丝公认最强的替身 有着将一切归零的替身能力 在血脉的牵引下融融当时也来到了战斗的附近 既然如此黄金体验镇魂曲为什么没有将时间加速归零 是它没有能力阻止天堂制造宇宙的重启吗 镇魂曲的级别难道要低于天堂制造吗 这是很多粉丝私信我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会试着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为什么镇魂曲没能阻止新宇宙的诞生 黄镇的归零应该属于一种被动能力 只有在乔鲁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会发动 虽然当时的世界由于天堂制造时间加速的影响陷入了混乱 但西北老汉依然可以准时交稿 天堂制造加速的是非生命体以外的时间 一切的混乱也都是因为这些物体的加速才发生 如果融融当时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尽管融融也会第一时间察觉到时间正在飞速的流逝 但这个时间改变并不会伤害到乔鲁诺 那么黄金体验镇魂曲的被动技能就不会被触发 自然也也就无法把加速的时间归零 宇宙的重启也不会因为镇魂曲的能力被阻止 由于时间加速的影响 无数的工具速度都在不断地变快 这些意外对融融来说无非是两种结果 一种这是纯粹的自然现象 也就是命运的力量 镇魂曲对于这种自然行为是毫无办法的 融融很可能运气不好直接挂掉了 另一种就是镇魂曲的力量 同样可以直接阻止这些意外的出现 不论是丢出的棒球还是高速行驶的汽车 它们速度再快也不可能超过时间跳跃中的红王 镇魂曲的力量足以保障融融本身的平安 那么为什么在镇魂曲能力发动后 依然无法阻止宇宙的重启 因为镇魂曲没有攻击的目标 对融融的袭击都是来自意外 也可以说是命运 这些都不是天堂制造的直接攻击 镇魂曲无法锁定天堂制造 也就不能把加速的时间归零 我个人倾向于这个解释 因为这样一来就锁定了镇魂曲的能力的有效射程 否则的话 这个超替身就可以随时随地地影响世界的运行了 这不符合荒木替身理论的设定 不过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镇魂曲的归零必须要装备重建 没有重建的话 属于普通的镇魂曲 无法改变这种世界范围的替身能力 除了镇魂曲替身能力的限制 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是被大家忽略了 就是血脉的力量的 根据石之海最后的设定 乔斯达的血脉注定要簇拥其上天堂 和迪奥的三个儿子一样帮助普齐 要么就是成太郎徐伦一样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 荣荣是不可能帮助普齐的 那么在命运的影响下镇魂曲就注定无法阻止世界的重启 其实你要细想的话 镇魂曲不仅没有阻止天堂制造重启宇宙 它也没有阻止狂风暴雨的蜗牛化 也没阻止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动漫事件 我个人觉得这一段还是荒木有意规避了黄震的出场 毕竟王不见王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百科的视频还请多多支持哦